美国众议院议长裴洛西的亚洲行 受到了各界关注 裴洛西是否安排造访台湾 更成为了焦点 而这趟行程也引发了中国强烈的抗议 中国福建海事局突然宣布 昨天早上的八点钟到晚上九点钟 在福建平潭附近的水域要进行实弹射击 而且演训的地点距离台湾新竹 只有125公里远 恫恶意味相当浓厚 战机战舰轮番上阵 这是中国网络上最新流传的影片 内容是预告共军将在福建沿海进行实弹军演 被认为是剑指造访亚洲的美国众议院议长裴洛西 也连带恫恶台湾 我们尊重裴洛西议长是否访开的决定 但是我们认为共军这样子的一个反应 已经引起世界的公愤跟侧目 认为中国就是一个麻烦制造者 对于中国的形象得不偿失 而自由民主阵营也不会因此 福建海事局发出公告 7月30号早上8点开始 一路到晚上9点 在福建平潭一起与附近水域 共军将执行实弹射击 从地图上清楚看到 平潭距离台湾的新竹 最近距离只有125公里 对此国防部回应 相关军情都会全程掌握 我们对于国际友人 对台湾的支持 来访都非常的欢迎 而相关的行程 来访的时间等等都尊重 防兵的安排 陪洛西是否访台还没个定案 共军已经坐不住了 大动作在台海进行实弹军演 由此可见 美台之间的互动 再在牵动中共的敏感沉浸 谢谢李宣洁 中庄罗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